2023年度的招景开始了 跟小花一起去看看吧 明天要做主持人了 紧张吗 上一次当主持人 已经是小学的时候 我明天要当一个优雅的学姐 慢慢的说话 学类 经济学类 财政学类 经济学类 经济与贸易类 社会学类 中国语言文学类 外国语言文学类 大家看一下这环境优美的地方 是哪里呢 我已经到了我们的厦门大学 然后呢 这里不是嘎嘟 是我忘记要做什么 今天来 我来自国家云管理局 厦门出勤编码检查走占的名请 大家也可以叫我冰冰小妈 欢迎大家呢 在接下来的国考报名单中呢 报考国家云管理机构 报考下楼边前走占 三个 五个 两个 你确定吗 你刚才前面那位同学 解释我们费 他做了我想费 选讲还算顺利结束了 那我们的同学也都非常踊跃的在进行交流 如果呢 有想报考我们厦门 边点总站的同学呢 可以扫一下我后方的这个维码 哇 这里是校园的停车场哦 后面的栋楼呢就是他们的主楼 风景是不是很好呀 你们两个站一下给我拍个照 真贪吃 比我还贪吃 没力啊 好了别吃了 起来给我拍个照吧 没问题 我们在夏亚大的食堂感受一下 刚刚这里的美食 他们好像有很多个食堂 这是我第一次在夏亚大吃饭 等到烤鸭 还有 午餐 我好饿 就不跟你们说了 我们吃饭 我们吃饭 我已经下动车了 没错 我现在已经到了福州 我们明天呢要去下大 运行着几天讲 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国考报名当中呢 报考厦门边点总站 为祖国的鱼管理事业呢 贡献力量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酒店楼下 这里就好多小吃啊 勾起了我的 哇 我闻到香味了 我都流口水了 好了不拍了 我要一家一家吃过去了 我身后呢 就是福州大学了 我们今天呢 会在福州大学 进行一个招景宣讲 赶紧进去准备一下吧 我们今天的宣讲呢 也顺利结束了 如果说网上的小伙伴们 有想报考我们 厦门边点总站的话 国考的报名时间呢 是10月25号就开始了 理事时间是12月3号到4号 那今年呢 我们厦门边点总站 有在全省7个边点站 有招30个岗位 相应的报考条件啊 等等那些 大家可以关注 交付公告 你可以扫描我后方的 这个恩维码 没有冒充同学 混迹在学校的食堂 之前没有机会 做我的这个大学 现在给的机会 当然要尝一下 别人家的食堂啦 这是我今天中午点的午餐 听说味道也是还可以的 我要开吃啦 有机会呢 我们会去更多学校和大家见面 等我们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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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